今天是5月31日,安省政府安排了今天开始可以打第二剂疫苗 大家打了第一剂没有? 安省居民已经有65%的人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所以如果大家已经打了第一剂,就快点安排打第二剂 我在视频简介里也会列出一些网站,大家可以去看看 在这里你就看到怎么可以去订阅第二剂疫苗 这个网站我也会放在视频简介里 如果你第一剂是打辉瑞或者莫德纳,就看你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打 如果你上一次是在这个日子里,4月19至5月9日之间打 你再订阅的时候,就会在7月19日开始再打第二剂 如果你是80岁以上的话,今天就已经可以开始打了 就这样看下来的,所以这个表是非常清楚的 如果你是年轻一点的,12至25岁的 因为最近才打了,所以你就在8月9日才开始打 如果你说你从来没有打过的,那你就可以打第一剂 就是在5月31日开始的 那你就变成你第二剂就要在8月9日之后打 如果你第一剂是阿斯利康疫苗的话,那你就去回你自己的上次打的那间药房 都是看你自己第一剂量是在哪一个日子打的,然后你就选回那个日子 那大概就是早了是10个星期的,它这里就有一个网站就给你看 你可以去选那个药房,那你按进去呢,它就会告诉你这个药房的了 那就是你又再是按进去,那进到这里呢,你就见到多数的药房 它都是可以给你walk in的,最主要你要去回你自己打第一剂的那间药房 去问一问就知道了,那这个是今天update的 那这里也有说,就是如果你是打第一剂是 辉瑞或者是莫德纳的话呢,那你又可以在这里打到第二剂的 那好了,就是这个表是这么清楚的时候呢,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是forward给你的朋友 让他们都知道自己第一剂是什么时候打的时候呢 就都可以去订阅那个时间的,那那究竟在哪里订阅呢 那那这里呢,就有一个是ontario.ca slash book vaccine 那里可以订阅,那里可以订阅,如果是药房的话呢 那它也都是有药房的地址给你的,那我也都会把这两个的 网站呢,放在我的description里面,那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那你按进去呢,你就告诉他你是打第一剂还是第二剂 那如果你是第二剂呢,那他就问你了,你是不是在 在28天之前已经打了的了,那如果你说是 那你就只要给他一个postal code 还有你在几年出生呢,你是不是原居民呢 你的health card是怎样呢 那他也都有问你,你是不是属于哪一类的 优先要打的人呢 那那或者是那些老人家呢,住在dinnersting home 或者是那些老人大厦那些呢,那你可以选这个 那你的health card那个类型是什么呢 那是红白卡还是绿色有照片那一只呢 那每一天的8点到8点呢,你可以打电话去订阅 那你是不是第二剂呢 还有你是不是80岁以上呢 那你订阅之前呢,要预备一些什么 那你就可以选你打针的地方 那这些是第一剂的,这些就是第二剂的 那这里呢,就是make appointment 就是要预约的,不可以这样走进去的 那还有呢,如果你是要订阅的话呢 你就是用这个provincial booking system了 那你就一定要是有绿色那张卡 有email address,12岁以上 你可以打电话去订阅 那我们来到这里呢 就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住在哪一区 又或者是你自己上一次打针在哪一个地方 那譬如我们说回是上一次是richmond hill 这个是richmond green center 那我们就 你可以打电话去订阅 又或者是直接在这里就是订阅 那你就会见到呢 就在5月25呢 这些时间呢 就没有位了 因为被人订阅了 available spots 是没有的 那一直去到6月1日都没有位了 那再下呢 要去到6月6日了 去到6月6日 9点至2点50分呢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就有一个 那然后呢 你按进去看看这里呢 就有36 36 那这个时间呢 就是它每10分钟呢 给你看一看 那这里呢 也都是全部满了 那我们看一下6月6日呢 去到什么时候才有位了 好了 又去到6月7日了 6月7日呢 就是或者6月8日9日都有很多位了 那就是6月7日的9点 那我们又看一下它有什么时间呢 按进去呢 那它又会分得很细了 那时间每10分钟一个 那这些又是没有了 这里只剩下一个位 按上午9点半 那又打下呢 又是没有位了 那一路下 对了 没有了 那去到6月8日了 那如是者就是了 大家可以在这里这样去订阅的 那6月8日之后就很多位了 22、24 那这样 那你按进去呢 你就是入你的email 你的carser 那如果你已经有个account 就可以订阅了 那希望大家可以尽快订阅到 那这次解释得这么详细呢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share给你的朋友 那以至他们知道自己打第一针是什么时候 就可以订阅第二针了 那请你赞好、订阅和按一下小铃 那下次有新片上你就知道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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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